給大家看看進去以後的樣子 這個所謂的珍重再見呢 其實這幾個字對我來說很沉重了 我跟小麒炫呢 在今年呢 我們的確是在一起 在我眼裡 這是完美的 那你說未來能不能結婚 那後話嗎 以後再說 出來再說 因為我現在狀態是不能結婚的 OK 你們要想像我等於外勞 對不對 你們要取一個外勞 那個外勞也要回去拿同居 那個單身證明了 對不對 我現在限制出境 所以也沒辦法結婚 5月15號 那現在距離我去報到呢 也就12個小時 我不知道我要講到 講到哪一個點 可能就繃不住了 但是 今天直播很簡單 就是要跟大家 道別的 就給大家看看進去以後的樣子 就看到 老木一直哭 另外一半也一直哭 其實內心真的 不太好受 這個所謂的珍重再見呢 其實這幾個字對我來說很沉重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平平安安的吧 進去之後 我的事業 社群 家人 還有 貓咪怎麼辦 自己的合作夥伴也是 三關比較正的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太擔心 就放心的 放手給他們 handle 然後社群的話 然後社群的話 後續呢 就是交給另外一半來經營 媽媽的部分 就也是交給另外一半照顧 那貓咪就是另外一半跟媽媽一起照顧 就只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在裡面經營生離死別 不是生死就好 生死就好 我希望咕嚕可以撐到 就是那隻橘貓可以撐到我出來的那一天 那首先是我跟 呃 小麒炫呢 也的確認識了56年了 也的確在我 出來之後 就是2022年出來之後 有了比較多的交集 是啦 我是喜歡他沒錯 但是以前呢 一直沒有敢追他 有一個案子卡在身上啊 所以 不敢啊 那但是在今年呢 我們的確是在一起了 那為什麼從這個害怕拖累別人 到了 現在又 又回到在一起呢 我想這個原因一時三刻呢 我是無法解釋的 我們的故事的確是蠻耐人尋味的 的確是蠻精彩的一個愛情故事 這樣就是 克服了萬難 哦 終於就是真的在一起 新聞的真真假假呢 假假真真呢 其實都是多餘的 就 只有我們的感情是真的 就是我 我希望大家可以換位思考一下 他有多麼的勇敢 多麼的偉大 也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女生 就是 我想在他這個位置 根本也不需要去承受這些 在我眼裡 那是完美的 那你說未來能不能結婚 那那後話嗎 以後再說 出來再說 因為我現在狀態是不能結婚的 OK 首先你們要搞清楚 不是現在要在一起 然後現在就可以結婚 你們要想像 我等於外勞 對不對 你們要取一個外勞 那個外勞也要回去拿 那個單身證明啦 對不對 那我現在限制出境 所以也沒辦法結婚 所以不存在那些綁架的問題 OK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現在要不要動 那邊走 你會不會動 我這樣就要說